万维读者网博主小思发表博文 抓温云松是真反腐不再是出正敌幌子 据说温云松已经被抓了 那么抓温云松的意义是什么呢 中共打虎拍赢的崭新动向 以前都说打虎不打自己人 习借反贪反腐出正敌 而不是真正反腐 敢抓温云松好比下象骑士 足子过河了不是除愁反腐 而是真反腐 众所周知 中国古代孙子兵法讲究用兵如神 但是下象骑士兵下到底线毫无战斗力 不过过河的足子就威力四射顶半个居 而且还可以和泡马基于里面外河 搞得敌人人仰马翻 等过了河的足子能下到底线 往往路上会吃掉 或者换掉对面一个旗子 即便到了底线依旧能逼迫老将 不过中国的兵力还是不如老美和老欧 人家国际象棋的兵下到底之后 可以变成已不在棋盘上的任何一个子 西方人毕竟开创了文明 用人的机制也是不一般灵活激动啊 话说回来 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是一个温良恭敬让的正人君子 是一个亲民的领袖是实干的人也能言诗作词 记忆最深的是那年四川汶川县地震他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与那时候的小布什在新阿尔良预风之后几天才姗姗来迟有鲜明对比 可是不知咋的几年前纽约时报无中生有指责英明总理温家宝表里不一 利用职权谋私家族发了大财 家产可超过37亿美金 不过有涂脂抹粉的人辩解 说是在抹黑我们的领袖是反对派的伎俩 所以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不过坊间盛传一些温家的事谣言还真不少 这不温总理之子温云松最近才刚刚辞掉中国卫星通讯集团董事 也许他受到盘问 果然几天之后事情发展不出乎意料之外 现在传说温云松公子已经被捕 温云松应该是最近以来中国反复抓捕的最大菜 实际上小温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东西 要说他是一颗大葱还真是抬举了他 但是意义不在他本人身上 打狗欺主可能要对老爸下手才是问题的核心 即使温总理不受追捕 但那一本正经堂堂正正的脸还往哪里放呢 当然也许老温不一定有事 不过温云松事件给中共高层的影响 岂能用核弹来形容 可能比清淡还厉害 装温云松是除臭反腐和真反腐试金时 习如果没有吃豹子的还是不会轻易这么干的 所以他是事先想好了各种可能性 并发症和舆论效应 第二个等待追捕的大官儿子 有一连串排着长队 最大的当属江总书记的太子江景衡 据说不少老江湖的计划是通过太子实现的 是垂帘听证的打手 如果拿下江小子肯定大快人心 难怪温云松也是咎由自取 他这个人会装蒜 据说不张扬 但是温云松实际上苟障人士 一副得理不让人的势头 他身为中国第一电商阿里巴巴大股东 腰包称得鼓鼓 表面上温文儒雅 但是温云松做其生意来 就比黄世人还厉害 蹦亡称霸 还不是有一个老爹称腰 如果喜欢一个公司 他就蛮不讲理以不堪忍受的低廉价格入股 长驱直入 如果拒绝就范 他就胡说八道 公安干部要你的脑袋 中纪委几年前就给温家宝打报告 说您的宝贝儿子真不教化 但是伟大的退休总理已经没有威望 温云松翅膀长印 根本不听老爸的教诲 变本加厉 对于中纪委的严重警告 置若网闻 继续作恶多端 我行我素 习近平考虑再三 向胡锦涛同志请教 现在其实胡已经没有什么本事 最多和温总理打个招呼 只是行事而已 如果真的破局 以后江家增家李家 还不是手到擒来 既然习的兵已过河 吹响了向腐败势力最大 最高最完步的堡垒 进攻的几节号 杀一进百 劳将惊天 可能心里就有些发毛了 我还没有死 就来这一套 以为下人不抵命 我死了以后 我儿子怎么办 是不是和当年江青 毛远希命运差不多 想起来我就是一身冷汗 依此类推 李鹏和朱镕基先生 也纷纷感到形势严峻 恐惧感与日俱增 说不定这个真正的反腐日子 就要来到我们的家族了 所以不要说逮捕了温云松 就是让他到中纪委来谈谈话 都有一种震慑力 逮捕了温云松 那就肯定不是核弹的弹劾 而且在全国人民的心中 这个反腐是靠谱的了 绝对正祸 祸真价实 让贪官污吏们无处藏身 如果有可能趁早自首 还有明天改一些归正 得到宽大处理的希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